我们常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在生活里 这本经虽然难懂 可却是对我们如此的重要 那我们应该如何读懂 这本经呢 原生家庭 英文叫Family of Origin的概念 就是要让我们 解读这本难念的经 其实啊 我们可以这么看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就像是 我们出生后的第一所学校 那在这学校里 我们的老师 就是我们的父母 而我们的同学 就像是 就是我们的手足 原生家庭 这个地方 也是我们情感学习的最初场所 今天 我们就来简单的聊聊 我们在原生家庭里的体验与学习 大家好 我是彭飞 是今天的主持人 今天的来宾 就是我们来自佛光智商室的主员 秋明和秀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我是秋明 秋明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是秀丽 是 我们都是佛光智商室的主员 我现在想邀请两位 回顾一下 他们的成长的经验 从他们的眼里来看他们的父母 他们是如何的形容他们的父母 秀丽 可以邀请你 稍微回顾一下你的家庭 说到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为刻苦耐劳 沉默 但是是个有担当的传统大人 他和我们几位小孩 我们家一家五个小孩 都不多话的 但是在那个物质缺乏那个时代 我父亲都是尽量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 他在我印象中呢 对母亲没有太多的那种表现在外的那种关爱动作 但是我知道我爸是爱我们家人的 这个是真的 我能够感受的啦 那爸呢 他也是个有怜悯之心的爸爸 他对碰到有困难的人呢 都会伸出严手 小时候经常看到他给这些人买吃的 甚至对小狗小猫也会被一些食物 这我都看在眼里 那我母亲呢是为相父孝子勤劳 在我眼中她是一个弃子女性 她的个子很娇小哦 可是她很努力 她很勤劳 她陪伴着精神状态不太好的父亲 把我们拉拔大 在母亲身上 我看到了鱼人妻的典范 也看到了鱼人母当自强的特质 爸爸生病的时候 家里陷入的经济困境 妈妈在照顾一家老小之鱼 也接着一些零工帮我家用 经常看到母亲 说真的蛮心疼 小时候是看到妈妈人不舒服 她都自己躺着 所以我觉得 她为了这个家吃了不少狗 我觉得在上一个年代的父母亲 她们的爱通常都是用行动表达出来 对啊 你说的没错 是的 她们在言语上也许没有太多的 比如说现在你们现代人可能会常说 我爱你 我喜欢你 我疼你 可是在那年代人 她没有太多这样子爱的语言 可是她有很多爱的行动 她对孩子的爱 对妻子的爱 都是从她每一个行动 每一个付出里面体现出来的 是 主持人你讲到这里 我就觉得就是那种实实在在的爱 没有什么花言巧语 没有太多的那种嘴巴说的甜的嘛 对不对 就是实实在在 四个父亲就把家里照顾好 四个母亲就把饭煮好 就是那种实实在在的感觉 一天过一天的 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整个家 是啊 整个为了整个家 对对对 是的 那我们来听听邱敏如何形容她的父母 邱敏 我母亲 我母亲是一个没有脾气 温柔 逆来顺受的一个女人 而父亲呢 她本身对我们是一个非常要求严格 严厉和严肃的一个人 是 我想可能当时的那个年代 父亲和母亲可能他们 也许他们的演细上一代的那样的一种形象在 扮演着他们的角色 是啊 他们大概也从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身上 学到那样的方式去当父亲和母亲的这个角色 对 因为就是母亲一向来都是逆来顺受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她告诉我们的一句话 这句话对我们 跟兄弟姐妹来讲影响非常的深刻 她说的那句话就是 如果你要赚那个人的钱 就算那个人在你的脸上吐口血 也要差掉 所以可见她这一句话 为什么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深厉 因为这代表忍辱 忍辱的意思是 不论你在怎样的情况下呢 你都要去忍受一些不好的待遇 或者各方面 去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能够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人与世 就避免了很多的精分 以前人的处理冲突 或者在人际关系上的一种智慧来的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希望有太多的冲突 我们以和为贵 这是相信是我们所重视的 我们重视关系 所以希望在关系上面 大家都是以和为贵 所以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含养够高的话 就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退一步 我希望对方也能退一步 那我们彼此有 足够的空间 来化解这样子的一个冲突 其实讲忍辱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在社团 或者在工作上 肯定会遇到人事的冲突 或者是因为立场 跟那一个好像现况不一样的时候 你要忍 忍不下那一口气的时候 你说真的是忍无可忍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母亲的那句话很奇怪的 就会在我们脑海中显现了 就是忍 忍辱 因为不能忍辱 只能忽众 所以说当你被人家误解 或者是被人家误会的时候 其实忍一时风平浪静 所以我母亲对我的一个影响深刻的地方 其实是在这一点 所以造就了我在我的人际关系 或者是我在我的行列里面 我这一点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变成我的人际关系也很好 所以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所以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延伸家庭 造就我的思维是在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就想问一下秀丽 你能够想起就是你父母的一些 生活上对你的影响如何 造就了现在的你吗 当然我在我父亲身上 就像刚才我说的 我父亲即使是在那样子的一个 物资匮乏的情况下 但是他都会对身边有需要的人 伸出援手 我觉得这个在群丽默化下 我确实从小到大又到现在 我会吃糖的在自己有能力的范围内 会给于有需要的人一些实验 然后我会也不知道怎么样 也不知道是从我父亲身上延续 还是从我母亲身上延续 我会觉得我经常会有一个大姐大的一个样子 我经常会觉得我要照顾人 我要跑在前面去主动的去照顾我身边有需要的人 这可能是因为我父亲的这个特质吧 那我母亲呢 因为刚才我提到我母亲是一个 为母当自强 她身上真的有这个特质 所以我看到我母亲身上 她有一个坚韧的一个特质 我觉得这个是深深的影响了我 面对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想到我妈那个时候 身子小小的身体有病 但是要改变家庭的环境 她都可以提起很多的一些担当来去做 所以我常常在想 真的这个点只要打从心里愿意 你老老实实的付出行动 很多时候即使是在贫苦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扭转那个局面可以过得很好 对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想 对啊 最丰富的就是 母亲的爱 对母亲的爱 还有就是我觉得在那年代 最大的资源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外在的资源 对啊 可是最大的资源看起来是在内在 就是母亲如此的当自强 那时候父亲的状态不太好 他精神状态不好嘛 所以有时候家里的定居收入也不太稳定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真的看到我妈她真的不简单 真的好棒 是 这样的一个角色 唯母当自强 我相信就在当时小秀丽的时候 就已经看在眼里 让她觉得 这真是一个我想要学习 甚至想要模仿的对象 然后以后我也要像我妈那么的为母当自强 秀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我好像觉得自己在某个程度上 会觉得说身为女人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当当很多事情 不一定是说要身为母亲吧 我应该是这么说嘛 我们身为女性 我们也是能够发挥我们的一些力量 来去改变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才是更贴切的 确实是 我们也在秀丽的母亲上面 看到这样的一个部分 也是 就是父母 我相信当时她 不知道对你们有些 怎样的一种期待 我想从秀丽先开始 其实如果说他们有直接跟我说的东西 我觉得那是没有 但经常在他们 园里中会突露的 尤其是母亲 那父亲的这个部分 所以父亲跟我们交流比较少 都是在满足我们这个的 女士自主而已 那在母亲的这里 她尤其 对我们的期待就是要把书读好 要听话 对吧 以前那个时候 你不读书 你就要去驾泥车了 你就要去倒垃圾了 以前我们都是那样子的 所以母亲对我们 当然母亲读书不多 她认识不多 可是她也希望说 我们把书读好了 这是还有就是我们要听话 对 不能不该碰的 好像一些烟 那些不要去碰 所以你认为打比方把书念好 这是把书念好 对母亲或父亲的意义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 能够读好书 你就能够找到好工作吧 应该是这样 我们以前那个时候 你认识几个字 你就能够多认识几个字 就能多看几份文件 然后可能找生活也比较容易一些吧 养活自己 然后过上好日子 对啊 对啊 这是每个父母都希望的吧 你认为 你这样的一个期待 你有做到的吗 我觉得目前 当然我ok 我可以这么说 我是有做到 因为自己都这么大了 都自己照顾着自己 然后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也都还好好的 都ok 都ok 挺好的 也是 那我请邱敏来聊一聊 那当时父母有对你些什么期待吗 我父亲一直来数数 比较严格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他非常注重我们的教育 尤其是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 如果成绩不好的时候 他会拿那个藤条 我们就等着打藤条 或者是说 有时候 他就会告诉我们 如果你考试不及格还是不好 你们就去巴里面各教 是 各教的时候就要喂蚊子 那时候是我们最怕的事情 对 所以也因为他是属于 比较严格跟严厉的一个父亲 也因此我们变成比较智利 而且也因为他的 就是说他一向来也是一个大男人 所以他有一向的一些要求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严格要求 对我来讲也其实影响很大的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 造就了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对比方在我在工作上 事业上 或者是在一些团体跟社会里面 到办活动 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有严格的要求 严格要求 虽然有些过程里面会造就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可是因为我们代表的不是我们个人 而是一个团体 所以这个因为是以一个团体的一个名义去办的话 人家才会对你的一个团体的印象深刻 所以因为就是父亲的严厉对我来讲 其实是造就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思维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因为我父母亲就是 其实我对我们的一个爱和教育 对我来讲 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思想跟想法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我爸妈的孩子 也因为这样变成 我就会比较自爱自重 所以我其实很 就是因为我父母亲的一些严格要求 从他们身上看到就是严格的要求 跟一个忍辱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方式 跟那个态度的话 才造成了今天的我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好的一个深刻 所有天下的父母都一样 希望孩子以后能够过上好生活 然后能够出人头地 就是救命可以做到父母的期待 其实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做到父母 像眼中的那样子的一个他 我觉得父母的期待往往都是对我们好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两位 当你们能够做到父母的期待 或者期许你们成为某一个他们 眼中想要做到的人的时候 你们心里是怎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感觉良好 因为这种感觉 就是得到父母亲的那种支持 然后家也会比较温馨和谐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我的家 因为我的家里其实蛮多兄弟姐妹的 就是一个哥哥九个姐妹 所以变成一家十个人 是好大的家庭 对 如果你问我说 我也没有时时刻刻满足的父母对我的期待 说真的我蛮叛逆的 我感觉啦 当然我没有跟我母亲合对过 我也没有跟我父亲合对过 我觉得其实我骨子里是蛮叛逆的 蛮叛逆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妈常说 你要听话才是个好孩子 可是我会觉得很习惯啊 为什么我们小孩子一定要活在你们大人里面 你们那个标准 你们那个标准是谁定的标准 我从小我就会这样子来去对峙 可是那个对峙 我们我们还小嘛 那时候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太多的一些反抗 妈妈一生气 鞭子路上来 父亲一生气 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靠近 所以我小时候说真的 我的内心是很多的叛逆的 当然你说读书啊什么的 当然我ok 这个我还好 因为我成绩都属于中上 那我也很努力的想要去讨好母亲的欢心啊 所以我十岁我就会学习下厨啊 然后要帮忙家里啊之类 妈妈就偶尔看到会乖 我还是觉得说那样子的一种满足 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做得到 尤其是在我中学 那时候我们读STPM 我那个时代是STPM 现在应该是大学生修班 这样子类似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的成绩是考的不错 我是家里的排行老师吧 是第二个女儿 我成绩考的不错 我那时跟我妈说 我妈我要上大学 我妈不给欸 我很奇怪啊 我跟我二哥的成绩都很棒 为什么我二哥能去大学我 我妈跟我说 你是个女生 你去读识训组老师就好 不需要上大学的 所以你问我说 我妈期待我做老师啊 可是我不是 我今天我不是为老师 但我那时候我也不理他 我就自己打工啊 我就存了一些钱啊 我自己就跟了我的同学 我们两个人 因为那时候考虑间学校嘛 我们两个都拿到这个名字 我就这样子去了本大学 我并没有满足他哦 对我不知道 当时他应该是气的吧 应该是很生气的 是 你当时的叛逆 对你来说 它的意义是什么 你想要得到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们大人的标准是标准 为什么你们大人 不会听我们小孩要的东西 我确实那个时候 我经常会这么想的 你跟我说要听话才是乖 你那个听话里边到底是谁说 一定要规规矩矩的 那个才是乖 你当然有一点点的活泼那就不行了嘛 有一点点的精灵古怪那就是错了嘛 我就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 所以好像母亲当时候 或者是我阿姨啊 他们那些经常拿着这些东西来压我的时候 一直讲到我上大学那件事情 其实说真的我心里是很气的啊 我气我妈为什么我成绩考得那么好 你都没有说我成绩好叻 然后你又不支持我读大学 然后为什么我跟我二哥都有同样的 这个进大学的机会是被录取的 你都没有高兴 那为什么只有大哥能去我不能去 我当时是很气的 然后为什么还有一点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只有女儿就要去做老师 很怪啊 因为女儿不可以成为经济学家 因为当时我拿到的是经济系 那么女儿就不能够成为经济学家 所以我觉得很不公平啊 我也不服气的来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嘛 是吧 还好那个时候的我是够勇敢 不然现在是真的 可能就是活在妈妈的期待里面 当然活在妈妈的期待里面 你说我都没有错 可能妈妈希望我做个老师 她只是希望我平平稳稳安 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也是没错 那我心里面 我其实内心里面 我想要有更多自己的天地 自己的一些理想嘛 是 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是很勇敢 你这叛逆是在为你的权益发生 谢谢你主持人 对 谢谢你听到了我 所以我想当时我妈一定也是很伤心 是我想在家里面总是这样子 我们尽可能的去满足父母的需要 或者他们对我们的期待 可是我们也很难忽视自己的 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需要 对啊 我们内心有一些梦想想要去追求啊 对 所以在自己的需要和父母的需要之间 可能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想稍微听一下在手足之间 有什么深刻的记忆 因为我家我兄弟姐妹啊 我排行第四吧 我大姐 大哥还有二哥 其实我妈经常会说 你们大的要让小的 因为传统嘛 大的要让小的 那以前的我是很发导的 我爱吃的我爱用的 我都会跟我二哥抢 都会跟我大哥抢 然后我大姐肯定也会让你走 但我们经常说一步是自一步 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所以弟弟就来自我 所以通常我喜欢的东西他就要来跟我讲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说真的 我们经常打得乱 兄弟姐妹我们经常闹 那我姐姐是比较属于温顺的 他是大姐嘛 那么大哥有时候就会让我 我跟我二哥打的弟兄 他也跟我弟 都打了哦 都打了真的打哦 我看到秀丽也许他也有父母 他母亲那个很坚强的一个 这样的一份勇气在里面 所以也敢敢 可以跟兄弟干上对峙 所以那时候 我相信我二哥是很生气 因为有时候我们打起来蛮凶的 但我对我弟也是很生气 然后有一些人讨厌 我所谓有弟来跟我抢东西 所以就是觉得 人真的是有时候义务对 有这句话是真的是对的 所以这样你在跟你兄弟姐妹的 互动里面 你觉得你学到了些什么? 我学到了什么? 当然我刚才一直有提到说 我大姐跟我大哥嘛 我印象具深刻的 因为我大姐跟我大哥他们 梳理着很好的榜样 他们来看诗 所以我在那样子的环境下 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到我们书最多 我妈也很好 我妈虽然说她认识的字不多 但是只要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是看 稻年画报 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有一个听众 应该听过我稻年画报之类的东西 我们那时候家里满满的都是这些书 一些三国演义什么 我从小就跟着哥哥看了我也看 所以我这样子的一个阅读习惯 其实是从我姐姐跟我大哥 那个身上摊得下来 到我现在我都爱看书 都爱阅读 一直都是这样子 很感谢他们 然后教我写字 教我读书 不会读的就我拼音 什么之类 我都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勤劳 对功课也很勤劳 所以很棒很棒 我感谢我大哥这么大 那邱敏呢 你有没有从你的十个兄弟姐妹里面的互动里面 你的经验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怀疑爸也是比较小的 大姐二姐三姐呢 他们和我的年龄相差蛮多的 他们三个但是在新加坡工作 所以和他们的国同会比较少 然后第四的姐姐呢 就是她有一阵子呢 去别的叔叔的家帮佣 在那个帮佣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叔叔本身是老师 所以就变成她觉得读书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 我记得小鞋的时候 她每一次都叫我马来文的 背那个 就是聘读 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呢 有时候她会很严格的要求 变成有时候我很生气 就化脾气还是怎样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呢 她告诉我读书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 我今天其实非常感谢我的世界 因为如果没有她严格的要求 我相信我也是 在小鞋的成绩其实值得骄傲是 我一定在前三名的 哇 所以我感谢我父母亲 虽然是有这样多兄弟姐妹 然后最开心的 其实就是新年的时候 因为新年的时候 全部人一定会在一起 而且我家 就是从新加坡回来嘛 就接他们一定会买很多的 那种衣服啊礼物啊这些 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家庭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就是两位的兄弟姐妹 同时都扮演着一个共同的角色 就是教导弟妹 然后也同时树立起一个 从父母以外的另外一个学习对象 然后而且他们在成年以后 同时也是拥有资源来去 资助或者协助他们的弟妹 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多的兄弟姐妹 大家互相支持 互相学习 都让我们的家庭生活都过得 都过得挺愉快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延伸家庭 对一个人的影响蛮深刻的 是 才会造成我们 以后长大的一些思维跟想法 对 在上方面面都不断的影响着我们 你说到这个 其实我觉得 我在我自己延伸家庭 也有一些不好的经历 好像小学时期的我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是住在阿伯的 一下雨啊 那种麻 你知道麻活忙胜水 漏水啊 然后胜水啊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 建筑的那个 那个结构嘛 也没有那种 干部水里来的那种牢物的关系 其实我家小时候说真的难过 经常听小偷哦 我印象中五次 五次 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对 因为每一次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看到我爸跟我妈 那个灵状的那个 我的那个 每一次的那个经历 每一次他小偷来 敲两个门 进哪个地方 然后拿了什么东西 哪个地方动过 我都有一些印象 零零碎碎的一些印象 我最记得有一次那一年我九岁 那个印象非常深 跟玉彩过了年 我们每个人都好难得 过年有红包 那一年我的红包被偷 然后很难过 然后那一天早上 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我妈她睡醒了嘛 然后她发现了说 家里有进了小朋友 然后把我父亲叫醒的时候 那一天我们是需要去上学 她让我们赶紧的 穿上了校服 然后她拿了两毛钱在我手上 那个情景我到现在 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记得 她说这两毛钱你拿去 下课的去食堂买吃的 因为每一天早上 我妈都会帮我们准备早 但是那一天 因为家里发生这样的情况 她没办法帮我们吃 我握住两毛钱的画面 真的是 我现在没想起来 百感交集 我不能哭 我知道家里发生事情 我是不能哭 我妈也没掉泪 我不知道我爸 因为我们都去上学 我不知道我爸的报警 但是在我那个小小的年龄里面 我对居住环境的这个安全感 这个踏实感 我是极度的渴望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家旁边哪个门又被敲了 然后我的钱一见 我不知道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也知道 那我们真的一无所有 因为你想像一个家里 你一直被小偷这样子的时候 真的是一无所有 你已经是 我们讲下雨已经漏雨了嘛 然后钱还被偷了呢 所以我知道 即使是那个小小的那两毛钱 很多时候 他真的是我们的救命道场 也是可能是因为 在那一件事情发生 在我的脑袋里面 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 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只要我有能力 只要我真的办得到 我身边有需要的人 我都愿意给他自己的救命道场 我妈是这样 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学业绝对不耽搁 这是我妈一个对我们很好的教育 他除了不耽搁 他这两毛钱 他在为你的肚子造型 对啊 但是我们二啊 所以我妈让你疼我妈 对 他还没有忘记 他还交代 真的他当时交代 我可以想像到 那样子的一个母亲的叮咛 这两毛钱 让你记得 无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这两毛钱 你去要把自己的肚子填巴 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把自己照顾好 我觉得这也是我妈在 无形中一直在告诉我的 我们真的不管发生什么 是经常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自己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的时候也要去帮助我们 是没有需要的 这里我们都听了好多秀丽和秋名 在家庭里当时的经历和他们的学习 我觉得挺多感动的 然后我也听到了他们许多的学习 让他们在社会上 甚至到时候到现在 如果有家庭的话 他是可以怎么样的去应对 生活里发生的不同的情况 和不同的挑战 到这里我想让你两位 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在这个家庭里 你想要感恩的是什么 我觉得家的一个意义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温馨和谐 而且还有知识的力量 因为如果家里有支持的力量的话 我觉得我们无论遇到困难还是状况的时候 我们都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互相支持 互相陪伴 那对我呢 我当然我 我非常感恩我爸妈 在那样子的那个时代 依旧把我们带在身边 但我很感恩我爸妈 都没有把我们送走 所以我很感恩我们都还在 然后我也很感恩我的姐姐 我哥哥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 虽然我们经常有摩擦 可是血始终是浓于水 这点我非常感恩 我们始终都在 还有我弟 其实说到我弟 觉得心有点痛 因为他让我看到了 就是他很努力的在活着我妈妈的这句话 就是你听话 等一下这个好孩子 他很用力的在他的生命里面 去证明他自己的家庭 因为他是去家里去小土老妖 但也因为他活在 妈妈一个这样子的一句话的时候 他走不出来 他的情绪非常的纠葛 他最后伤害了身上自己 他那一年 他我弟36岁 我还记得也是在年后 大年12的时候 我弟在同时倒下 然后几个月过后 他离开了 所以当我在把家里的每一个人 还在我的面前做一个联想 我去看我这个延伸家庭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我父亲 因为他是长期的 遭受到精神上的一些压抑 他心脏病 帮我把他离开 那我看到我弟 因为他身间有很多的关心 中风生 不舒服离开 我看到我母亲 我对老母亲 他长期的腰有生病 所以他腰都是一直是很痛 我看到了他对生命 有很多的无力感的不安全感 因为有家嘛 经常进小偷 发育生病 他怎么会有安全感 所以当我一一的理清这些之后 我对我家里所有的人 我对我大姐 对我二哥 我对我父母亲 我有更多的包容和谅解 那我也告诉我自己 虽然我自己 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上长大 我自己也要更多的 允许我自己 跟接纳我的母亲 我们在太阳底下 努力的生活着 都要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 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 身体才能够好起来 我们才能够过这一个品质的时候 所以我真的 我觉得 看到他们 然后也看到了现在的话 我觉得 一切都是感恩的 确实是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 经历了如此多的酸甜苦辣的事情 但我很想邀请 听众朋友们 有机会的话 我们能不能试着回顾一下 我们的原生家庭 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 细细的超越 再一次的品尝一下 发生的酸甜苦辣的事情 然后你再从 这酸甜苦辣的世界里面 学到了什么 那这原生家庭所体验的这些事情 如何帮助了 或者成就了现在的 好 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谢谢人为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拜拜